上一集我们的澳门赌产评测系列第一 我们就讲了澳门的地理 边境海关 澳门六张赌牌归属 赌牌旗下的赌产列表 以及老普金 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就主要就讲 澳伯系的赌产 它实在太多了 那么这个澳伯系的赌产呢 会拿几个赌产 我们主要会拿几个赌产出来说 澳伯系的赌产 有新普金金币汇产金龙法老丸 海力帆十六铺财神军仪皇家金宝凯旋门 英环还有包括现在正在建的大概是在明年的十二月份 今年的十二月份 2021年的十二月份开业的赌产金就是在荡载来 我今天的澳伯系呢 我就会重点讲几个赌产 那么其他的一些赌产呢 我可能就一带而过 那讲到新普金呢 可以说新普金目前应该是澳门的地标 这个莲花座设计的 那么跟老普京呢 只隔一条街 你有三个通道 从老普京过去的话 跟他隔一条街 这一条马路 双向四侧道的一条马路 共红绿灯过去就可以了 那么事实上呢 它有三个通道 第一个通道就从老普京这边呢 有一个扶手电梯上去 过天桥横穿马路 第二个是 你从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高架的一个影桥 那个地方下去 过这个地方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呢 到了新普金 没到大门这里 它就有一个垂直电梯 直接上去 就是到了一个老普京过来的那个通道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走踏大门 那么走踏大门的话呢 风险比较大 大家看一看 大门 它的风水设计 就是一把一把干刀 说实话 看着还是有点 杀气比较重的 那么我们一般如果要走大门的话呢 你要么就戴个帽子 要么就是你衣服有那个 衣服上面自带的那种帽子 你把它戴上 就说它玩风水 我们也玩风水 我就相当于戴个头盔一样的 我就进你的门 那么我要讲一讲这个 我们还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 就是赌场的环境 和观的态度 它的规模和输赢的难易度 这我们现在讲它的环境 进了大门之后呢 那它大谈呢 说实话呢 还是值得一看的 首先呢 就有这个何鸿燊的头像 加上呢 它在苏富比拍卖买下来的一个国宝 就是圆明园的以前的十二生肖的马首 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玉雕啊 耕雕啊 都是非常昂贵的 那么它的大唐的国宝呢 大家是可以看一看 另外呢 这就是它的自助餐 它的自助餐呢 因为所有的自助餐 你说好吃不好吃呢 不可能很好吃的 但是呢 它的这个品种呢 东西呢 确实是多 我曾经呢 大概用脚步量量了一下 它光是摆食品的 这个餐台啊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挑东西的 我当时计算了一下 至少有四十米长 一大圈 要走很长 可以走很长时间 四十米长的 全部摆满食物 所以说要自助餐 那么我们刚才讲 漏了一句啊 就是门口的它这把刀呢 它的这个风水设计呢 在我看来呢 是所有赌场里面 它最显眼最露骨的 摆这样的风水 直接用这个刀刃 对着进来的人 这个是太显眼 太露骨了 这可能也是这个 澳门的这个何鸿生的 这家企业的 一种文化和风格吧 毫无顾忌的 肆无忌惮的 那么我们就讲 它里面的这个人流呢 那是非常 可以说是非常多的 我们讲正常的情况 不讲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 因为呢 大家旅游的话呢 去澳门的话呢 一定会到它那个地方去的 包括旅行团也会带团 进那个地方 所以说很吵闹 特别是这个一楼和这个 它还有一个地下的 这个电子游戏 以及二楼 二楼稍微好了一点 因为二楼呢 最小住 最小住都是500块吧 到了三楼四楼才有 最小住是1000块 到了三楼四楼之后 才有500块的 所以说呢 游客会是比较多 所以说呢 那边的环境呢 并不算是太好 再加上呢 它还有一个 非常聪明的 就是燕舞 在二楼 它虽然是在二楼 但是你在三楼的电梯呀 扶手那边呢 你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跳燕舞 同时呢 燕舞里面也包含了 钢管舞 都是请的 应该是欧洲的吧 都是白人女孩子 在上面跳燕舞 这个燕舞呢 它就直接设在 这个赌厅的中场 那所以说呢 你在那里赌得好好的 突然音乐响起 突然 这个穿着三点 是的 几乎全裸的 当然没有全裸了 这样的美女 白白的 在上面 各种姿势跳 事实上 它又是在干嘛呢 在影响大家 在专注力嘛 这是新普京的一个特色啊 他的核官态度呢 和老普京是一样的 一入即往的 穿着这种 洒乎乎的 军阀的 士兵的 那种 一大排柳 就是竖着 很多柳扣的 然后 那个领子 是占领的 那种制服 像那种 军阀的制服 核官的态度 也是不太好的 对你爱离不离的 也不睁眼看你一眼的 我们讲普遍性的啊 它的台桌的数量 那就没问题 那是 它这个厅还是非常 它的中厂非常大的 而且有二三四 三层楼吧 全部是百家乐 老虎机 和 二十一点 再就是 玩骰中大小 那里面的台桌 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它呢 以前呢 现在我不是太清楚 它以前呢 这种小台桌 就是一千以下的 都是要买一飞三 就是说 不能让你无限飞 飞排 不能让你无限飞 可以 你必须要买一首之后 才能再飞 才有资格飞三首 这就是 辛普京的一个 大概的情况 那么在辛普京呢 由于它的人气 还是比较旺的 基本上 堵桌上面呢 都会有人 当然也会有 偶尔会有一些 台桌没有人的 那所以说呢 飞不飞排呢 除非你 去一张星台 没有人的时候 一般正常情况呢 在辛普京 都是有得打的 就是说你可以在那边等 我们很多朋友说 等路子啊 看信号啊 对吧 至于说这个 辛普京 好打不好打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在辛普京 主要呢 每次去呢 也都是去试试手 我不会 这不是我主打的一个战场 我也说不出来 为什么 但是奇怪的就是什么呢 在辛普京呢 我们大多数时候呢 都是在赢钱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在辛普京呢 莫名其妙呢 我会下大桌 可能是因为里面确实 就是在 我说从天桥过来的 一进 他的 这个赌产的 从天桥过来的这个地方 或者从电梯过来的这个 垂直电梯过来的这个地方 是他的高额区 那么确确实实呢 他的高额区 经常都会 一张台上 几张台上 都会围满人 而且呢 他们的下注量呢 就在中产来讲的话 是绝对不算小的 你看啊 五万十万的 这样下注不算小了 那么他的最低注 一般都是在三千左右 两千二十三千 我记不太清楚了 那所以说呢 你在这种环境里面呢 你可能会比较受影响 就 你可能就会 你跟着 五千一万两万的 就这么上去了 而且他的排路呢 可以这么说啊 辛普京的排路呢 我说句心里话 我觉得 马马虎虎还过得去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直认为 这个地方呢 是不可久留之地 可能因为 跟他的烟雾有关系吧 和他的游客 游客 你想一想 游客 你在打牌的时候 总会有一堆游客 围在你这里 看着你怎么下注 看着你怎么看牌 然后在后面 还讨论讨论 那么再加上是 突然一下音乐很大声 这样起来 所以说呢 我在 我在新普京的话呢 我一般是 绝对不会超过二十分钟的 进去转一转 看一看 转一转 看一看 然后 想打了 也就是说 我认为机会来了 那我就打 赢了 我转身就走 转身就去 帐範 换了筹码就走 那么呢 有时候呢 我是在他 因为住的地方走过来 有时候是经过财神 我就会在财神打一打 输了也就算了 都不会打大的 在财神赢了钱之后呢 我在财神的那个帐範呢 人就比较多 所以说我就不会 有时候干脆就不换筹码 他财神 老普京 新普京 这个筹码 全是一模一样的 你可以通用的 包括楼下的 包括那个老普京的水晶宫 这几个赌场 而且以前呢 我记得零几年的时候 去澳门的时候 你可以拿普京的筹码 在这个赌场外面的 这些餐厅 你去买单的 你吃饭啊 你都可以拿筹码来买单的 他们这个筹码 所以说我有时候在 财神 或者新普京 如果赢了钱的话 我就干脆不换筹码 直接上新普京 那所以说呢 在新普京 在新普京 很多时候 确实是一天 真是没想到 这个新普京 一讲又是十几分钟了 那我们今天 这一集又干脆就是 新普京的专辑吧 下一集我们继续讲这个 奥伯系赌场 谢谢大家 这就是这个